8月31日,由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播联合举办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走进东奥,活动在北京东奥组委授钢办公室举行。 图为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卫宣传部副部长,常与在培训班上讲话,天龙网发催讯社天龙网,北京8月31日,记者江雪峰,卫生入落石板奥理念,扎实推进北京东奥组委网络宣传工作,由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联合举办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走进东奥活动。 8月31日在北京东奥组委首个办公室举行,人民网、中国网、京报网、千龙网等四十五家中央,北京市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近七十人参加活动,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卫宣传部副部长,常与,希望各网络媒体携手,招出东奥契机, 与北京东奥组委加强合作,创新数字媒体宣传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东奥故事。 注重奥林匹克权益保护,营造良好的东奥网络宣传氛围,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法律事务部分别介绍,了北京东奥会整体情况及筹办工作进展,东奥宣传工作规划情况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相关内容。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参加活动后表示受益被体验,认为对今后报道,北京东奥会的筹办工作有很大帮助。 大家还共同参观了北京东奥组委手钢办公区,了解手钢发展转型的沧桑聚变和,北京东奥组委建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节俭办奥相关情况,责任编辑,赵文静。